臺海局勢升溫 中共實施海上新規 秦剛露出戰狼本色 突襲阿富汗民族英雄之子大敗 TLB損失慘重 9月聯合國大會期間 將舉行反活摘世界峰會 來自19個國家35位專家將出席 觀眾朋友好 歡迎收看這期的希望之聲TV 每日頭條 我是薛然 今天是美東時間9月1號星期三 亞洲時間9月2號 下面一起來關注今天的新聞 9月1號 中共開始實施新修訂的海上交通安全法 收緊對通過中共所管轄的海域的 外國船隻的限制 要求 這使臺海局勢進一步成為國際關注的焦點 專家解析 中共實施海上交通安全法等新規 將會激化區域衝突 情況令人擔憂 臺灣戰略軍事專家蘇紫雲表示 中共可能將這項新規套用於有爭議島嶼 違反國際法 激化區域衝突 美國邁阿密大學研究中國外交和軍事政策專家 金德方告訴美國之音 這是中共進一步收緊限制 通過逐艦不斷提出立法來鞏固它對東中國海 和南中國海的控制 換句話說 中共在擴展它所說的它可以管制的領海 這就干預了印太地區的航行自由 包括日本和美國在內的其他國家 和好幾個歐洲國家已經表明反對這種干預 此外 中共新任駐美大使秦剛 也一改此前屢屢主動向美國示好的態度 日前 在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董事會 為他屢新舉行的視訊歡迎活動上 大家指責拜登政府延續上屆政府採取的極端對華政策 嚴重破壞中美關係 但是對中共繼續進行在人權 地區安全 公平貿易和網路安全等領域 廣受指責的行為卻隻字不提 還有 隨著8月底 美國在阿富汗撤軍的結束 中共大外宣與親共的今日阿富汗 昨日臺灣言論 以及棄臺論一度傳得沸沸揚揚揚 美國前駐聯合國常任代表克拉特夫8月31日 在2021亞太安全對華論壇上明確表示 臺灣不是阿富汗 中共的說法不僅誤導視聽 且具惡意 這種政治操作阿富汗議題的手法是可恥的 他重申 臺灣對美國的重要性 呼籲盟友挺臺灣 因為失去臺灣我們就輸了 同天 拜登就美國從阿富汗撤軍發表講話時也提到 經過了20年 是時候結束阿富汗戰爭了 塔利班在8月30日晚間突襲阿富汗傳奇英雄 馬數德之子小馬數德在東北地區的根據地 最終以失敗而歸 據路透社報導 自從阿富汗被奪權後 現年32歲的小馬數德在東北旁擊下河谷 集結反抗勢力 準備應戰 8月31日效忠小馬數德的民族反抗部隊發言人 達西提表示 塔利班分子30日晚間突襲河谷的西部入口 目的可能是要測試河谷的抵禦能力 雙方交戰 最後反抗軍擊退塔利班 8名塔利班成員喪生 約8人受傷 民族反抗部隊有2人受傷 阿富汗前國防部長穆哈馬迪發推文表示 他們在損失慘重之下撤退 另外 今日印度引述達西提說法 指出週一晚間 塔利班對河谷一共發動了3次襲擊 雙方都有人員受傷 不過多達30多名的塔利班成員喪生 約有15人受傷 另外有一些人被俘 小馬舒德8月下旬受訪時曾表示 希望和塔利班和談 但同時也強調 反抗部隊已經做好應戰準備 大量塔利班武裝分子 目前已經駐守在龐級下河谷地帶 不過現階段雙方人以談判為主 盡量避免開戰 俄羅斯衛星通訊社報導 8月31日 阿富汗駐塔吉克大使阿格巴表示 塔利班計畫除去小馬舒德 據中央社報導 9月1日 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 CPTPP的11個成員國 透過視訊方式舉行委員會第5次會議 會中除了談到落實協定 對經濟復甦的重要性 還同意成立電商小組 促進區域數位化發展 日本 加拿大 澳洲 新加坡等11個成員國 分別派出代表出席這場會議 新加坡貿工部發布新聞稿表示 會中重申各成員國對強化開放 有效 公平 具包容性 以規則為基礎的貿易系統 恢復經濟成長的信念 CPTPP委員會同意設立電子商務小組 有助於推動落實CPTPP電商章節 貿工部指出 新成立的電商小組 將促進區域數位化發展 這個委員會是CPTPP的最高決策機構 今年由日本擔任主席國 明年將由新加坡接任 當天 代表新加坡出席會議的 貿工部長顏金勇表示 在各經濟體致力於經濟復甦之際 必須利用像CPTPP這樣的協定 來應對新興貿易及企業挑戰 掌握疫情後時代的機會 包括提升供應鏈韌性 數位經濟成長等等 此外 貿工部表示 CPTPP會員國正在與英國合作 準備召開首場有關英國 加入CPTPP的工作小組會議 英國自脫歐後 今年2月正式申請加入 由11個環太平洋國家組成的CPTPP 金融時報報導 英國打算在2022年底前 結束加入CPTPP的談判 11個成員國代表在會中 討論有關英國想要加入CPTPP的談判進展等等 同意在一個月內 舉行有關英國加入的首次會議作為目標 日本經濟在生擔當大臣西村康仁說 可以的話希望在9月底前舉行首次會議 另外 CPTPP也是臺灣積極爭取加入的貿易協定 日本沖繩縣竹富亭小濱島8月30日 發現疑似火箭碎片的物體被沖上海岸 上面竟然寫著中文簡體字 類似中國載人航天工程的標誌字樣 NHK報導 這個碎片約長4公尺 寬2.5公尺 以白底籃字寫著中國載人航天 碎片出現的地點是在距離島民居住場所 約500公尺的海灘 碎片上沒有油味 當地目前也沒有發現因此受到任何損害 竹富艇防災危機管理課指出 從文字特徵來看 有可能是中國的火箭碎片 明天將派職員前往現場調查 中共為發展載送人類上太空的技術 1992年起啟動載人航天工程戰略 6月17日曾發射長征2號F-12火箭 送三名太空人上太空 今年5月 中國長征5號碧窑二火箭殘骸 墜落在印度洋海域 立陶宛無懼中共的報復和多方打壓 美國參議員盧比奧8月31日致函 聲援立陶宛總統表示 他讚賞立陶宛頂駐北京壓力 允許臺灣在立陶宛首都 維爾紐斯設立臺灣代表處 盧比奧在信中表示 中共不代表臺灣 也無權規定世界其他國家必須如何稱呼 或如何跟臺灣人來往 中共以一貫的伎倆 利用自身經濟力量和政治影響力 來霸凌和脅迫立陶宛 包括挪威 日本 韓國和澳洲在內的多個國家 也都遭受過中共的脅迫 這就是為何中國在中共治下 無法發展成為國際社會負責任議員的 諸多原因之一 他相信立陶宛是堅定的民主捍衛者 能夠立場堅定 立陶宛親身經歷了共產主義 給國家和人民帶來的黑暗代價 在30多年前 立陶宛更成為第一個宣布 從蘇聯獨立的國家 這給全世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共和黨參議員克魯茲日前致函 立陶宛駐美大使普雷·皮特 讚賞立陶宛即使面對中共的報復 仍允許臺灣代表處的設立 不論是美國人民或是國會兩黨議員 他們都瞭解並且感念 立陶宛所承擔的代價與風險 願意提供立陶宛協助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普萊斯日前表示 美國支持歐洲的夥伴和盟友 與臺灣發展互惠互利關係 並抵抗中共的脅迫行為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 副國務卿舍曼 都曾致電立陶宛外長 蘭斯·伯吉斯 強調美國對立陶宛的支持 如鋼鐵一般堅定 9月聯合國大會召開期間 五個來自歐美亞洲的非政府組織 聯合舉辦反活摘世界峰會 將在9月中旬拉開序幕 針對中共活摘器官暴行 對人類各方面的影響進行討論分析 並提出打擊及防治活摘器官具體做法 五個非政府組織分別是 醫生反對活摘器官組織 歐洲信仰自由組織 日本移植旅遊考量會 韓國器官移植倫理協會 及台灣國際器官關懷協會 反活摘世界峰會 將從9月17日到26日 連續2週末舉辦共計6場會議 邀集的19個國家不同專業領域35位專家 包括歐洲議會議員、法國前部長、眾議員、 醫師、學者教授、法官、律師及人權活動家 他們將從醫學、法律、政治、媒體、公民社會 及政策制定等六大方面 探討中共活摘暴行 對人類尊嚴、生命、生活方方面面的深遠影響 並討論如何打擊和防治這種暴行 主辦單位將在會議最後公布打擊 及防治活摘器官之世界宣言 呼籲人們共同來簽署支持 並在全球各地展開實踐這個宣言內容的活動 從2013年起 國際社會有超過200萬的民眾 簽名請願要求聯合國調查活摘器官的暴行 6月 聯合國12名人權專家發表聯署聲明 表示對中共強行摘取信仰團體和少數民族器官 包括法輪功學者、維吾爾人、藏人、 基督徒等的可信指控感到震驚 但中共的活摘暴行歷經20年並未獲得遏制 主辦單位表示 在這個星球上 所有的人都應該站出來反對活摘暴行 這也不僅是為受害者團體伸張正義 更是身為一個人應該挺身而出的 希望讓更多人瞭解中共活摘器官 是全人類都不能容忍 不能做事 必須制止的反人類暴行 感謝您的收看 我是薛然 如果您喜歡我們的節目 就請訂閱 點讚 轉發和留言 也請關注希望之聲TV的頻道 我們會有更多的精彩節目呈現給您 好 我們下期節目再見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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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